大家好,今天是7月26日 回到明報Busher買新機的時間 今天的A股跌下來了 上個星期五的中概股 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 跌得很厲害 今天的A股順勢繼續跌下來了 去看看圖表 我們看到A股上個星期 都算是反覆的 你見到星期一、星期二、三、四都上去了 但星期五都爛了下來 跌下來收回到3550 今天一開A股 在3538 裂口低開不止還要直插 跌下來3461 下面支持位可以數到 200天moving average 大概3464 250天在3436 記錄片上面 下面都有條紅色線 而這條紅色線 我們很久很久之前 A股突破了自從2016年 2016年的年頭 開始引伸過來的紅色線 用周線看 五年 下到這裏都是一個支持 在技術面上 我們見到 上升指數 都會有機會再進一步向下 問題就是 下到下面的支持位 會不會有機會 頂得住在這裏出現逆轉 暫時來說 大家就不用三級賣 我就建議看完它 跌下來200天 250天 下到大概三四三幾 這些位置 可以做到支持 站在這裏 否則的話 再穿的話 就會跌到很深 至於深淨是怎樣 深淨就似乎未跌完 上星期五 縮下來的 令到上星期 做完高位之後 縮得很多 今天叫做再進一步跌下去 大家都留意到 那些中概股 教育股 全部都跌了下來 看看這個深淨 會不會跟隨著 上星期五 繼續跌下來 會再試下面的低位 現在數下去 下面支持位 大概是14,512 再下去 當然有很多支持位 但是還有低位 下面還有downside 14,142 才是250天線 現在在14,6 下面其實還有500點 如果它可以再跌下去 技術面是差的 暫時來說 就不要執拘它 它會有機會再試下去 寧願讓它跌下去 站穩 做到一支 比較好的上星的勢 譬如跌了下來 做穩 做一支揚竹 我們先想它會不會 見到支持 暫時來說 仍然的勢頭 都是在向下 看看它墜度下去 上正也好 深正也好 落到下面 這些支持位 能否做到支持 站穩 我們才考慮低賣 現在暫時來說 都是在跌 不要太心急 好嗎 今天就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